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收看股市權威 大盤今天過高 我想並不意外 但重點是過高之後 能不能站得穩 而且還能夠走多遠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其實過高之後 果真這個大盤指數 是呈現一個十字線的收盤 那十字線當然代表多空 交戰比較激烈一點點 所以今天成交量也就放大 因為有人認為過高該慢 有的人認為這時候 可能是新的起點 所以多空看法不一致的時候 就會在十字線上面呈現出來 那從類股上面的一個表現來說 今天航運占37% 電子占41% 鋼鐵回到了大概6%左右 那事實上這個就表示說 現在的盤面 並不是屬於一個單一類股為絕對主流的情況 反而是有點像是悄悄版的效應 那當然如果我們去看 連日來大漲的航運股 其實已經開始有點可以分為 所謂的第一艦隊 第二艦隊 甚至第三艦隊 也就是說一軍還很強 像貨櫃三雄 可是有一些二軍三軍的航運股 其實已經脫對了跟不上去了 那當然基本面成長的力道有差 股價的續航力是不可能劃上等號的 那相同的道理 其實鋼鐵股 當然在昨天來講的話 可以算是全線噴出 非常強 那今天早盤也都還有追價的買盤 可是當你看到早上開高 衝高量那麼大的時候 有沒有想起 維吾老師常常叮嚀的 像這種傳產股 量一旦放大的時候 要反群眾 不要跟著人家 在大漲了兩到三天之後 才去做追進 反而你應該設好一個停利點 保護好自己 獲利有真的放在口袋才是真的 所以我們2014中紅 昨天漲停板 今天再噴出 那之前魏陽老師是在 股價整理的時候跟各位說 我看好鋼鐵 因為產業的供需並沒有反轉 不必擔心中國的打壓 也不必去擔憂 為什麼中鋼或中紅 7月份的盤價 怎麼有一點低於預期 那事實上這個波段 我們採取對鋼鐵股 靈活進出的方法 第一波 第二波 到第三波還沒有漲之前 就跟所有觀眾朋友公開 我們再一次進場操作 買在起漲點之前 很快地噴出 那今天爆大量 逢高減碼一半 那我想其實它雖然不像是航運股 好像可以一波攻到頂的那種 票漢走勢 但是機少是不是也能夠成多 如果平均每一次都能夠兩成兩成多 這樣子賺起來 三趟下來不是也超過了七成嗎 那類似的情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昨天 2027大成鋼 攻到漲停板鎖住 那今天呢 再亮燈 連續兩天 兩根漲停 不過今天的漲停呢 開開關關 爆亮之後 那我們呢 持營保泰 先適度的減滿一趟 那這個也是呢 這個來回操作之下 把我們的同一筆本金 持續的在同一支個股上面 賺不同的波段 來擴大獲利 2031新光鋼 昨天呢 尾盤也是鎖住漲停 今天衝到最高呢 是接近到漲停板附近之後 也是呈現爆亮 那麼在前波高點壓力 這個附近 可能會有一些呢 解套的籌碼 所以大家 短線上面呢 也是停看聽一下 會比較安全 那前一波 進場操作 出清之後 等待機會 底部再次買回 那波段又上來到 前高附近 再一次的 迎接我們的 第二段獲利 所以說 不同的類股 你要了解 怎麼樣去操作 可能是最適合的策略 那鋼鐵股呢 我們不去跟大家呢 人擠人去搶 我們買在低一點 那同時呢 爆亮的時候 適度的減碼 那當然基本面 因為我的看法沒有變 所以呢 今天我們就不去贅述 那差別只是在於 你要怎麼樣呢 有一個轉化為 實際操作的行動 好 那其實呢 每天聊 每天看 航運 鋼鐵 這些呢 人氣鼎沸的 主流股 說實在的 其實也有一點 那麼油膩膩了 是不是 所以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來聊一個呢 比較冷門的產業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興趣 不要聽到冷門就轉台喔 因為你要知道 很多時候呢 做大波段的 冷門的股票 代表籌碼干净 也代表呢 將來上漲的實力 可能會非常的強 所以呢 今天我們來聊一點 不是那麼油膩的東西 大家比較沒有關注 那切入到這個產業之前 我先給各位看看 今年大家很關注的 關於通貨膨脹的議題 那最近一個平面媒體調查 有四成的民眾認為 通膨將會超過三年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呢 這份問卷呢 主要解個問題 第一個呢 通膨會持續多久呢 其實有八成的民眾認為 通膨會超過一年 所以代表呢 大家很關切這個問題 那第二點呢 關切之後 就會產生了擔心 因為有九成的民眾 是擔心自己的薪水 是跟不上物價的漲幅 那另外呢 也有六成的人認為 政府是沒有能力 去對抗通膨的 那其實我覺得啦 當然天助自助者 如果呢 政策能幫忙 那當然是最好 不過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理財啊 財務的事情 靠自己 才是最牢靠的 那最後呢 其實不管薪資的高低 那大家其實 都多多少少 會有點害怕通膨 會影響到生活的品質 那因此呢 我們來做一個呢 簡單的一個回測 數據比較 過去這五年來 如果你拿一千萬出來 放在不同的商品 那經過五年時間之後 現在會變成多少錢呢 如果呢 這一千萬 你就是抱住現金 那人不理財 財不理你 經過了五年之後 財富縮水 現在的限值 只剩下958萬 為什麼變少呢 這就是通膨 侵蝕掉你的購買力 如果你發現活存 那好一點點 但是呢 也是呢 付的報酬率 現在呢 只剩下960萬的 實質購買力了 去投資房地產 經過這五年 可以上漲兩成 對穩健或大資金來說 還不錯吧 那如果是買黃金 其實報酬率跟房地產 還蠻接近的 限值可以來到一千兩百五十三萬 投報率大概25.3% 去買呢 整個台股 看大盤 那就很簡單 買ETF 台灣五十 那這個報酬率 相當相當不錯 五年來翻了1.3倍 限值超過兩千三百萬 那至於說 比特幣這個太投機 我想這個 並不適合多數人 所以其實呢 穩健的大資金的 好歹買房地產 那不會選股 但是至少呢 勇於投入股市 有波段的格局 你也能夠讓財富 增加翻倍 那最起碼呢 其實要讓自己 理財能夠活化 資金能夠抗通膨 其實真的要去呢 擬定這個所謂的 投資計畫 那去找尋 適合你 以及呢 你熟悉的商品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產業 其實講到抗通膨 類股裡面 大家應該會聯想到 房地產 也就是營建業 那當然最近政府呢 還是持續打房 7月1號開始 實價登入2.0 房地合一稅2.0 這些呢 打投機客的新制度 都要開始正式上路了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所謂的房地合一稅的新制度 最主要就是呢 把短期交易的稅付拉高 原本一年之內 買進又賣掉的話 要剋45% 現在把它延長到 兩年之內呢 都算是極短線交易 都要剋45% 所以投機客的力道 必定縮手 那原本呢 剋35%是一年以上 不到兩年 現在是兩年以上 不到五年的 你就出售 就一律要剋35% 那剋20%的話 就是不到五年以上 還沒超過十年 也要剋20% 那唯有超過十年以上 這個部分沒有調整 才能夠呢 適用最低的15%的稅率急距 所以真的做短線 你可以看到 這個動輒剋35% 甚至45% 這個稅付是相當的重 所以在今年的五月份 那時候當然呢 上半月還沒有 嚴重的本土疫情 那大概是五月 中下旬過後 所以其實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整個房市交易 是非常火熱爆量的 那當然 這就是反映出 有一些呢 投資客 或者投機客 他不想要將來 出售的時候 承擔這種45%的稅付 所以呢 湧現了逃命潮 賣房子 那賣房子呢 我們來看一個數據 很清楚 台灣六都的五月份 買賣移轉動速 那年增率來講的話呢 動輒都是40 50% 都非常的高 那現在的房地產景氣如何呢 利空的部分 當然會受到政府打房的影響 還有呢 現在新冠疫情 他會抑制買盤 假設你連出門 看房子都不方便了 那當然 這個買方 對眾計來說 頭很大 不知道去哪找 那甚至呢 疫情如果時間拉長 企業獲利不好的時候 失業啦 五薪假這些 都會影響到 買房的資金動能 但利多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呢 最近呢 國內外的機構 都還上修台灣的GDP 我們有講過 因為出口跟投資 非常暢旺 而且股房兩市 向來連動程度高 股市創高 也會帶動房地產 那自助的 或者是呢 有些大咖 賺了錢 從股票市場 那把一部分的資金 挪到房地產自產 這種剛性需求 其實是不受影響的 那再加上呢 原物料持續的漲價 這個其實也會增加營造成本 那目前來講的話 建商也會開始逐步轉嫁給消費者 所以說 當然房市呢 整體來講 多空論戰 從來沒有停過 不過呢 如果我們去看 不管是國泰 或信義的房價指數 其實呢 這幾年來 雖然打房政策 從來不停止 但是指數是已經創新高了 所以說 當目前考量到 最大兩大利空 政府打房 加上新冠疫情 在這種利空環繞之下 如果營建股 股價呢 還能夠呢 手穩 利空不跌 甚至呢 墊高 那你認為這個後市 是不是值得來做期待 當然我必須強調一件事情 買營建股 一定要用投資 布局的心態 你想要它馬上漲 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如果能夠立刻發動 那個要算天上掉下禮物 好 所以如果你有了 這樣的一個認知的話 那有沒有興趣 繼續聽下去 這邊問楊老師 介紹兩檔 營建個股 給各位呢 研究追蹤 第一檔個股 我們來看 代號2527的宏景 這是它的周K線 原本的上升軌道 那你可以看到 隨著呢 政策的利空出現 它沒有呢 呈現空投排列 反而是走出了上升格局 最近呢 是出大量 爆出天量 去突破這個 上升軌道的上源壓力 那技術面 這個就是呢 突破 代表呢 它的一個走勢 可能會進一步 轉為攻擊 上漲的角度 也可能會變得更陡 那配合呢 整個正DI跟MX指標 往上 多方趨勢明顯 基本面部分來講 宏景是日月光的 關係企業 日月光持股25.39% 那宏景呢 先見後售 在高雄的K25的廠辦大樓 目前呢 確定已經出售給日月光 估計可以貢獻EPS 2.24元 那同時 它第一季就已經賺0.84元 換句話說 光三半年 它就有賺3塊錢的實力 那目前其實 籌碼非常的集中 那另外呢 今年預計 要配1.4塊錢 現金股力 所以殖利率有5%以上 下檔就具有支撐的保護力 美股淨值呢 還不加算今年的獲利 就已經有35.59元 目前呢 股價淨值比 只有0.7倍上下 那這是呢 第一檔 迎見個股 第二檔呢 其實是我昨天蓋牌 講到的借殼股 是誰呢 這一檔 借殼的股票 其實它就是呢 即將召開股東會的 5529自家 7月1號 也就是呢 本週四 即將呢 進行董監改選 那預期呢 沒有上市的巨森建設 將會呢 入主 取得三席上的董事 那這個巨森建設 其實呢 它雖然沒有上市 但是每年的獲利都非常好 以去年來講 它EPS高達13元 背後還有一個 房地產的大咖 就是呢 代銷龍頭 2348海月 持有將近呢 18%的股權 那自家 昨天呢 股價亮燈漲停 今天開高之後呢 壓回洗盤 但是在這裡呢 其實我想呢 在未來 隨著呢 借殼入主之後 大家一定要去追蹤 它的業績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巨森建設 年年都賺一個股本 去年賺13塊錢 以後 這個業績 當然就會放在 自家的損益表裡面了 所以你想 5529自家 以後 它的一個業績 如果噴發上來之後 股價還會只有 這種二字頭的低股價嗎 所以今天跟各位呢 多花點時間聊了一下 可能已經很少 有人在關注的 營建產業 不過呢 我想好的股票 只要做好資金分配 照樣可以投資 房地照樣可以布局 休息過後 我們來聊聊 接下來可以期待的 電子股 好 來跟各位呢 更新一下 最後收盤的數據 那以今天的類股成交比重 來我們鏡頭拉近 那今天航運股呢 還是台股的第一主流 佔了34.38% 其次是電子股 29.33% 鋼鐵股呢 19.68% 將近兩成的比重 所以呢 延續昨天這種呢 所謂的一個 三足鼎立 不過當然呢 問題來了 大家都會懷疑 電子股 老實成交量 佔比不到三成 這樣有資格能夠三足鼎立嗎 其實很多事情一提兩面 我帶大家一起來思考一件事情 難道盤面當中 你看到的全部的電子股 都趴在地上 或者是說都是空投走勢嗎 不是啊 這一段時間我們不也呢 參與了安普新的上漲 甚至他還一度呢 出現在上週連續三天 三四五 三根漲停板 我們呢 先獲利初清一趟 初清不是看壞 將來呢 也有可能利用整理的時候 再把它買回來 多賺一趟價差 3006金豪科也是 這一波呢 大抵完成之後突破 那這一波上來 我們呢 一 二 三 三天的時間 先獲利一趟 也超過了兩成 這個其實都是呢 近期當中 電子股似乎呢 也有攻擊火種的 所以如果說 整個類股占大盤的成交比 不到三成的狀況之下 都有股票能夠這樣子漲 漲兩成 漲三成 漲三根漲停 那你想當電子股 它日後成交比重 回到五成 六成 甚至七成的時候 這個資金水位 它又能夠 讓多少其他的個股 也加入輪動 會不會有那一天 我正面樂觀看待 原因很簡單 回到今天節目一開場 我們所講的 航運股 現在還是主流 主流中的主流 無話可說 可是 請仔細看 航運股 一軍在漲 二軍三軍 慢慢有一點 沒有了 那如果航運股 停泊 靠岸 熄火 股價 整理 大家想看 先前操作航運股的 從法人到主力 甚至散戶 賺了那麼多錢之後 這些錢抽出來 它會往哪裡走 當然去買其他 低位階的股票 那低位階的股票 又進入旺季的是誰 不就是電子股嗎 這答案很明顯 所以 當然現在還有很多資金 還鎖在航運裡面 因為覺得還有高點 捨不得走 可是當第一艦隊 往上突圍的時候 二三艦隊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開始有一些些賣壓出現 當然還不是那麼全面 可是這一些賣壓 就代表有人在獲利了結 這不是壞事 賺了那麼多錢 如果你沒賣 就是盤面上 只上富貴 當然要把一部分放口袋 那賺了錢之後 如果你賺了錢 會想做什麼事情 繼續買標股 對不對 把財富趁著最近 正是信心倍增的時候 繼續放大 所以其實 這就是一個 所謂敲敲板效應 那航運股 我們不去預設高點 我也不知道它哪一天 要整理休息 尤其是貨櫃三雄 但是 當然會有那麼一天 不是說做頭 但是它終有休息的時候 那休息資金就會回流到電子 所以你不要等到電子股 沾大盤成交比七成的時候才說 好強 好強 我要買電子 那個時候 我相信你要付出的代價 絕對比現在貴很多很多 那像我們講到汽車 汽車相關的產業 那如果是以現在的新趨勢 走向電動自駕 其實整個車店的一個配備的佔比 其實很高 那其中我們看到 昨天這個大陸天鋒證券的 郭明齊分析師 提到巨翔是iPhone超廣角相機 音圈馬達的新受惠者 那其實巨翔 在這幾年 二代接班之後 積極就是切往 汽車相關的領域 那打入到就是車用鏡頭 所以現在的自駕車 其實要用到的車用鏡頭 8到10顆 可是未來 隨著它的一個自駕的一個提升 會應用到可能20顆 甚至30顆 那全世界這麼多車都在升級 這個你一旦技術得到了認證之後 打入國際的供應鏡之後 將來其實訂單是做不完的 那我們跟大家提到 關於這個巨翔 現在就是由二代 它的一個接班主導 那過去它的一個轉型 第一件事情是 先挖來了這個 國瑞汽車之前的總經理 李朝生 擔任他的顧問 所以他大力的幫忙推動 讓巨翔切入很多 汽車大廠的供應鏡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讓他現在的兒子 升任為總經理了 所以這個是在財務數字上面 你所看不到的一家公司 他轉型的努力跟企圖心 那當然股價連噴兩天之後 今天壓回 我想我們有講過 這個頸線突破之後 壓力轉支撐 所以如果震盪回撤 都沒有去跌破頸線的話 其實不用去太擔心 這個股價的一個多頭格局 我想基本上是確立的 那再來則是在於這個20 差點縮溜嘴 差點縮溜嘴 我以為我已經公開了 另外是這一檔 這個2XXX 那第一季的毛利 已經突破30% 創下近年新高 那它的一個車用產品 除了供貨給特斯 也有提供給國際大廠 那在這個領域裡面 它是世界number one 第一名的 好 那最近其實呢 低檔放量出來之後 整個周線月線 也是呈現突破的一個形態 那我今天要簡單的提一下 這家公司呢 它今年3月剛換了總經理 這個總經理呢 以前是鴻海出身的 那在鴻海集團底下歷念 那麼它上一個經歷 是在5243以勝 從它進去以勝 擔任總經理之後 也是推動以勝的轉型 擴大車用領域的接單 足足讓以勝的股價 漲了多少你們猜 它在位期間 讓以勝的股價漲了四倍 時間沒有太久 大概就兩年之內 一年多不到兩年的時間 漲了四倍 而它今年呢 做了一個重大的 直牙規劃的轉變 從以勝離開 來到了這一家2XX公司 所以呢 結合這家公司 原本就在這個領域裡面 它是世界第一 那再配合呢 這個總經理 它的人脈 他過去呢 管理成功改造的一些經驗 我想呢 其實未來這家公司呢 它也勢必會在這個 鴻海MIH的大聯盟當中 有更多進一步合作的空間 那當然股價還沒有 立刻噴出 不過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逢低買的 最好機會 不是嗎 所以如果你想要呢 在最近的一個行情震盪當中 一檔接一檔 一波接一波的 那順順的跟著操作的話 那當然你就要選擇 值得你信任的團隊 投資要解盲 財富我來幫 蕙陽老師 願意把我所知所覺 全部呢 用在帶領各位 成為各位 你才能好幫手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立刻來臉做個洽詢 祝大家操作順心 明天見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眾所謂下載 推薦分析師